《霞盜列車手》 遊戲內容一直以來都非常有爭議 又廣受歡迎的《霞盜列車手》系列 預定在明年登場的第五代 最近又釋出了最新的遊戲影片 讓期待已久的玩家們可以一寶眼福囉 仔細一看就能發現 這一代的畫面表現大幅提升了許多 雖然放棄使用黑色落成的臉部動態 捕捉掃描技術 但是角色臉部表情一樣做得微妙微笑 讓演出更加生動 不過在網路上也引起了許多的討論 有一部分的人認為 這樣子讓這款原本舊暴力的遊戲又更加寫實了 不過這大概就是《GTA》系列 一直以來都那麼受歡迎的地方吧 當然這次的亮點可不單單具有畫面那麼膚淺喔 這一代是首次三主角製的設計 在單機遊玩的時候 玩家們可以切換各個主角進行主線任務 使用的角色不同 劇情也會出現變化 後期甚至有多種結局分歧喔 影片後段又更驚爆了 可以看到在空中自由落體 或是開戰鬥機再重振上空戰鬥的畫面 各種大場面應有盡有 這也代表了《俠盜列車首5》 在遊戲玩法的多元化上面 有更上一層樓喔